外籍漁工趴在支撐架上 雙手用環抱方式 奮力將獎品包起來 連腳都不浪費 厲害 厲害 另一頭 外籍漁工和當地民眾一起同樂 大家奮力往前衝 終於獲得勝利 可以一起同樂 對啊 因為他們在這邊也是蠻辛苦的 基隆區域會舉辦漁民運動會 邀請了外籍漁工也來同歡 現場提供家鄉菜 讓外籍漁工解鄉愁 現場還有多項闖關遊戲 其中最特別的是人體夾娃娃機 用人體當作娃娃機的夾子 只要有本事讓獎品黏在身上 就能夠通通帶回家 台灣的漁業 尤其是海洋 然後捕撈的部分 這幾年來 其實都是仰賴我們外籍漁工 那其實台灣 是一個充滿了 人情溫暖的社會 所以我們很多的船 或者是我們的人民 對我們的漁工 都是非常的尊重 愛護他們 那所以我們透過漁會 每年辦理相關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不只是說給他們物資而已 或者是付他們薪水而已 我們希望他們把台灣 當成他們第二個家 充分的融入我們台灣所有的社會裡面 所以我們所有的活動的設計裡面 我們考量到的就是說 能夠讓他們看到他們家鄉的食物 能夠讓他們熟悉家鄉的事情 而且這幾年來 我們不管在相關的設施方面 通訊方面 各方面的關懷部分 不斷的在進步 所以我每次在跟外籍漁工溝通的時候 在跟他們對談的時候 我就說 台灣政府非常感謝他們 台灣人民非常謝謝他們 我們希望他們把台灣 當成第二個家 包括議長同志偉 漁業署署長張智勝 和立委參選人鄭文廷 議員張浩瀚 都親自到場同樂 同志偉還與外籍漁工 進行一場友誼賽 拆一拆籃子裡 漁獲到底有多重 漁會第一次舉辦外籍漁工的一個活動 過去都是寒冬送暖 我想今天可以讓我們的外籍漁工 齊聚在一堂 大家一起玩遊戲 體驗一下我們這個基隆的溫暖 而且我想 漁業是我們基隆發展的基石 那我們基隆也有兩個一級漁港 那我非常謝謝我們漁業署 張署長 還有我們這個 行政院農委會的重視 讓我們基隆漁會可以 蓬勃發展 那我們基隆漁會在我們簡建輝理事長 還有陳文青總幹事的帶領之下 我想這幾年大家看到八斗子漁港環境的改變 我想非常的重要 這除了是我們發展的基石以外 如果還有加上像現在整理的這麼乾淨 有觀光的功能 我想對我們漁港的發展是非常有幫助的 照顧每一個階層的工作者是我們的責任 那包括本級跟外級的工作人員都是政府必須要照顧的一個層面 那尤其現在台灣的漁業發展已經非常的不同 更需要引進更多的漁工來協助我們的漁業工作 那我相信政府在這個部分都會有更好更具體的一個政策 未來我們進入立法院也會努力的來自立這方面的一個工作推展 在這幾年大力的改善我們基隆市漁工的一個環境 包含它的一個置物櫃跟休息的一個空間 真正廁所和環境都有大大的改善 那最主要就是要感謝這些外籍漁工長期對於台灣漁業 對於基隆漁業的一個付出 那我想接下來未來我們也會逐步的再把這個環境來做提升 那希望把整體的漁業環境能夠做得更好 那讓我們的漁工能夠覺得說台灣是他們第二個家 以往每年我們都發放一些物資給一些外籍老公 那今年我們比較特別跟基隆市政府 以耶穌還有警察局還有各單位的協助之下 我們期盼好一些氣味活動有任期大力士 來讓這些遠足重陽的外籍公來台打拼的外籍公們 讓到一些書籍還有我們在場限制有那個家鄉的美食 除了舉辦運動會凝聚漁工的情感 進入區議會也將港區環境整理相當乾淨 要讓漁工們建立強烈的歸屬感 這邊熱水澡我們已經洗了將近十年了 這是他們我們以為也是他們所有外籍移工在講 八斗子最方便的 其實有的移工是晚上作業 所以白天進來的時候他們洗個澡 軟活一下比較好入眠比較好睡覺 晚上也比較有精神一點 甚至這邊的很多移工他們久了以後 如果有什麼問題不管是祈禱式的問題 或是說放了很多物品的問題儀式的問題 他們都會直接找一位來解決 金龍八斗子漁港為北部最大外籍漁工聚集地 漁業蜀和金龍區議會 長期致力於友善工作環境 邀請了外籍漁工參加運動會 希望讓漁工在台灣安心工作 記者黃紹明金龍報道 報道 字幕製作人員 中文字幕——YK